神色还是非常从容 我们一起期待一博稍微的登场 一博也在屁房内非常仔细地观察着场上的动态 我们都知道赛车是一项极限运动 它不仅仅是对体能的考验 更是对车手心理素质 反应素质包括创造力的一个挑战 当然了 也正是这样一种浪漫的冒险经济 怎么让人不爱呢 还是非常坚定 非常有信心的 一博也正和我们车队的工作人员了解赛场及时发生的动向 以及车辆的一个状态情况 因为在方俊宇参加完QA阶段的排位赛比赛之后 一博将作为85号车组的另外一车为车手 稍后呢也将步入到我们的赛场上 从一博比较自信的状态中 我们也看到了 切磨万机还先进 任而东西南北风 无畏信心 加油一博 首先呢 我们当然希望一博呢 今天可以顺利安全的玩赛 当然也希望他可以好好享受这样一个赛事的过程 也把祝福送给我们的一博 以及各位参赛的车手们 开玩笑 外边的技术 开玩笑 不快 duction 完全 打开玩笑 肛 感谢观看 我们也看到EVSU设计了很多细节 比如说一博今天出场身着的这身赛车服 上面有我们的EVSU 还有我们非常经典的海鸥标 当然了今天它稍后也将会身着这套赛车服来进行参赛 整套的服装细节也很满 搭配了EVSU的经典牛仔布纹 以及品牌标志性的海鸥标识 以及多口袋的设计元素 稍后出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和关注一下 同时还有非常醒目的荧光撞色设计 与全新的85号卓越青蛇图案是完美融合 也彰显了一波身上的力量与风格 此刻他也在密切的关注着赛场内QE阶段排位赛各位车手的成绩情况 稍后赛后官方统计结果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也会把QE阶段的排位赛成绩分享为各位 那再次为各位来做一波预告 我们这个一波出场的时间是在11点的40分到11点的55分 到11点30分左右的话 我们QE阶段的排位赛也将会结束 稍后的话一波也将会登场 车队的工作人员也会把赛场的及时信心反馈给我们的车手 也会布置一些排位赛比赛当中的一些技占术的一个安排 大家交流的状态上看起来还是比较放松的 我们也可通过现场的收音来了解一下他们在交流什么 我们这件赛车服 我们这件赛车服 背后就是我们的赛车服 非常经典的这次设计的一个图标85号 以及竹叶青蛇的一个logo HKUH 一个直播 他应该得綁腊 对西南部 他们大概有点小利 他应该得綁腊 对西南部 他们现在对高ẻ汽名 这个阶段 咱们在这边 还有一个 你看这个 这个 中文 一天就不得了 要怎么办 不得了 一天就快点了 我来说一下 请不吝点赞 就要来说一下 我去看 然后再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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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办法 好多疾 嗯 对 怎么办 但是做什么 你 这边 在这里 我 这边 我 就 打算 是 我 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的自由练习的成绩取得的还是不错 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成绩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两位车手 85号车组的两位车手 能够在排位赛当中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这样的话更利于我们正赛中 追逐一个比较有利的名次 稍后各位将会在我们直播间一起见证 一不作为赛车手 正是踏入7第三级别的比赛 主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中午好 欢迎来到一门组的官方直播间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是珠海国际赛车场 2024GTSC广东省GDC系列赛 珠海战将在这里打响前一轮的速度竞逐 GTSC呢 意在本场比赛迎来赛季的收官之战 王一博作为V组全球代言人 GTSC独家签约赛车手 将会在这里即将迎来他的首次赛车比赛 这一个kt 체存系统 是 店内没有B5 ים4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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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ed 我们之间的 市区 王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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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